沈月突然打开了自己的衣服 走近一看 好家伙 这竟然是 购感才给力 采访变综艺 你好明星 你好双鱼座 同道大叔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沈月 如果知道没有结果 双鱼座还会选择开始吗 会吧 哪有那么多事情都是有结果的 但与讨好行人格比例大吗 大 我很害怕场子尴尬 然后很害怕别人不舒服 对方太过于冷淡的话 我就会稍微主动一点 那怎么热这个场子 那你什么星座啊 我们这10年的导演 就是一个双鱼座 然后他每次跟我聊天的话题 我就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 就是可以聊星座聊这么久 他每次跟我聊 不愧是我们双鱼座 我跟他都是双鱼 我们两个可以磁场共振 就是这种话 算是哭点秘笈的人吗 是 对我来说哭就跟笑一样 是一件很平凡很自然的事情 就是一个排毒 嗯 双鱼座是吵架三分钟 复盘两小时吗 是吧 但我基本上不跟人吵架 如果是不重要的人 你跟他吵架没有用 没有意义 重要的人反正会和好 为什么要吵架呢 那有那种接茬的比较好的 然后就觉得 我好厉害啊 有有有有有 有的时候就是我跟我那个同事 就是我有的时候怼过他 然后我们大家都会为我鼓掌 你说你会对朋友恋爱脑的容忍度高吗 嗯 嗯 不高 他如果太恋爱脑的话 我就会一直在旁边翻白眼 我说你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就拿我妈举例子好了 我觉得我妈就挺恋爱脑的 虽然他跟我爸就已经结婚很多年了 但是他还是那种什么事情都会以我爸为第一 就比如他来北京 带我妈去逛街买衣服 他也会想着要先给我爸看衣服 直奔那种南庄区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你能不能就是为自己想一想 就是不要老是想着我爸这种 但你跟阿姨说不要想着你爸他怎么回你呢 嗯 他就笑一笑就过了呀 最近其实晒了好多片场花费的库存 你们是不是有专门的相册来存每个剧组图吗 嗯 我现在是的 我的反派有一个专门的相册 然后月刊有一个专门的相册 沈月演技上热色的时候紧张 你开心哪个多一些 PTSD比较多 看到的时候会心里一紧这么紧 吓一跳然后不敢点进去看 是我朋友点进去说好像大家评论没有那么糟糕挺好的 那我说好那你现在就行 现在那人的角度他有个翻位对演员的影响大吗 这么犀利啊这问题 其实我不太注意这些翻位什么的 会影响下一部戏的阶细这种吗 作为演员你去到一个剧组 当然拍戏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如果那个剧组的话 会因为你上一部戏的翻位高而选择你的话 那你们的创作并不会很良好 他选择你应该是因为你合适 你戏好而选择你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单位会有什么什么影响 沈月01王特帝 对大家叫做外网三巨头你有听过这个称号吗 略有耳闻 每次我刷到那些印词上的评论 然后看到各个国家的语言 就觉得世界各地都有喜欢我的人 我觉得很感动 如果你们刷大个戏的话会有什么剧组的话好些 我们刷大个戏为什么剧组好一些 我的头好痛啊 我也不知道 就有合适的本像可以 生活中你觉得很像偶像这个瞬间是 就是很多年以前路过长沙的机场的时候 碰到了我高中喜欢的一个男孩 就觉得五雷轰顶的那种感觉 我就遇到他 我就说你来去哪 他就很冷静 他说我去那个学校报到 然后就拜拜了 以前喜欢他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他不知道我喜欢他 就是那种点头之交 大家会一起玩 但是你俩并不熟 其实他哪些意义的 他也不知道 我就觉得他学习好 是那种聪明的男孩 你能不能吃很多人的电子炸菜 有收料朋友推工吗 他们都入境了 他们入境前 你会特意组布他们去 一定要装饭一下吗 会 我说我今天想录演视频 你要不要装发一下 如果我装发了他们没装发 他们就不行 就是要么就大家一起装发 要么就一起装发 如果你要做综艺的话 会想做什么主题呢 我挺想去东北那边 做一个和朋友 就是一路旅行 然后一路聊天 那种 他想要不要谁呢 想要一些脱口秀演员 徐之春 这样的话就不用我说话了 和第一次见的人 社交什么类型的人 会让你比较有个社会 嗯 一种特别高冷的人 会让我很社会 特别活泼的人 也会让我有点社会 特别活泼的人 也会让我有点社会 我一般主动去跟人交往 都不会成功感觉 因为我会把那个话聊得很尴尬 就有一次 录那个嗨六的时候 遇到李雪芹嘛 之前只在电视上见过她 我就很开心 当时节目里面聊了一个什么 大概是聊到亚洲 怎么怎么样 我说李雪芹 你刚刚说亚洲啊 我必叫沈亚洲 然后我就 啊啊啊 作为老师台子上学的时候 有什么烦恼啊 就是我一指一动 都在我爸眼皮子底下 我爸跟学校每个老师都熟 你在学校也不敢调皮 不敢早恋 唯一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去教工食堂吃饭 哎呀 有哪句话让你现在想的 还会眼睛交叹吗 有 我特别容易 就是 我说是 我快速说一下 就是我爸呢 他是一个平时不怎么夸我的人 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夸我 但是他会在别人面前说 觉得我是最特别的 他觉得他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种特别东西 好 过 之前有另外一粉丝 在评论你讨论的声台上流走 当时有沮丧吗 嗯 有 就觉得自己不好吗 就觉得那段时间可能状态不是很好 有咯噔一下 但是我挺感谢就是有些人 会提醒你一下你现在状态不好 说挺对的 后来就减肥了 明星迎接感染挑战 视情况分别 许牌五感和认怂 认怂超过两次 及认证为怂亡 除了新系相关 最近一次看陈德远的物量是 是这样的 今天我在b站发了一个 省月不心动挑战 你发到了 什么东西 专门为我做的不心动挑战 我让我点进去看 这是一个陈德远在学药水科 我说这很难不心动吧 就得笑死了 对你观察 谁是最近比较流行的样子 男生有什么跟你说一下 周野吗 可以说吗 不是 因为一般提到别家艺人的时候 大家会 刷小红书会刷到他的一些美照 男生呢 嗯 嗯 嗯 觉得吗 干不敢给几位好朋友群发有大瓜素来 看看热搜上都有谁 都很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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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不敢给几位好朋友群发有大瓜素来 嗯 嗯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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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住一家他们俩 我觉得他们会冲动到历车打电法坑里 哎 居然没有人回复我哎 好 没有人回复我 真好 他们真的是 哎 回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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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王金轩说 来了 吴雨恒说 爸 敢不敢用狗仔的方式解说一下沈月的Vlog 近日沈月发布了一期最新的Vlog 沈月突然打开了自己的衣服 哈哈哈 一肤耍流氓 沈月戴着一个猴子的面具 一丝崇拜堂公 哈哈哈 哥最近拍到了沈月在便利店买一批饮料 只见他左右为难挠了当头 哎 突然发现他剧中的男主陈哲远 正坐在车内向他挥起了拳头 不知阿们有何毛的哈哈哈 今天是大年三十 看来剧组非常用心的准备了一次抽奖活动 看到沈月笑得这么开心 还以为抽到了他 只见他把那个 抽中了纸条往地上一摔 说出三个字 诺明节 最近哥拍到了一个酒店 外面有一对新人举办婚礼 哎 大家一定会说婚礼有什么稀奇的 走近一看好家伙 这竟然是谁啊 和陈哲远 哎 原来是我的反派男友的拍摄现场 想把哥退出了 敢不敢挑战 用三种不同的飞吻发射方式 飞吻发射方式 所以 Y O U W I L B E R I K T 真的很难知道吗 我 最好从这种心态反思来 怎么会 成熟了 我的反派男友虽然已经大结局了 但是没看的朋友可以赶快去看 看完就可以收获快乐 月刊呢 纯快乐的剧 十年呢 就是大家可以 值得静下来看的戏 老师的孩子会被要求成绩格外好一些吗 会 我还记得我刚上高一 然后我爸就从高三转过下来教高一 我第一次历史考试就考了班上最低分 我们那个历史课代表就很欠 他说历史老师女儿考到了第一哦 然后我就很生气 然后第二次我就考到第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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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